两名巡警在执勤的时候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尖叫 于是他们立刻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没过多久 重案组的丹妮和劫机警探就赶来了现场 而巡警则将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了他们 据调查死者名叫艾拉 是法学院的一名在独生 楼管最后一次看到艾拉是他早上从健身房回来 之后就没再注意到其他情况了 了解完大体的情况后 警探们就去查看了艾拉的公寓 屋里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也没发现遗书 而从桌子上的高脚杯还有冰箱里刚买回来的食物上看 艾拉应该是打算和什么人一起庆祝即将到来的感恩节的 也就是说这次的案子应该不是自杀 回到警局 警探们调取了艾拉的通话记录 发现她平时最常联系的就是她的家人 看起来她应该和家人的关系不错 可一条来自艾拉哥哥哈菲兹的短信 却推翻了警探们的想法 因为上面写着让艾拉不要再给家人蒙羞了 这听起来可不大妙 荣誉谋杀的事并不罕见 通常都是家族里的父亲或者哥哥 因不同意家中女孩的交往对象而痛下杀手 但后来因为牵扯到法律责任的问题 所以荣誉谋杀就有所升级 他们会强迫当事人自己解决自己 看来这次调查的也许是剑被逼自杀 于是得到这个推测后 警探们就去拜访了艾拉的家人 而不出所料 当警探们询问都有谁和艾拉有矛盾的时候 哈菲兹马上就说出了艾拉的男友库尔特 可却绝口不提自己因为库尔特和艾拉发生争执的事 而当丹尼询问他为什么要发那个短信的时候 哈菲兹的情绪也变得异常激动 但他只说自己是想让艾拉和库尔特分手 绝对没有想让他去自杀的意思 眼见从哈菲兹这里问不出什么 杰基就去和艾拉的妹妹梅里亚单独谈话 有一瞬间梅里亚似乎是想告诉杰基些什么的 可思考了一下后他又放弃了 可艾拉的家人谈完话后 警探们又将库尔特传唤到警局配合调查 而从库尔特这里得知他昨晚还和艾拉通过电话 艾拉的心情很不好 因为又和他哥哥吵架了 原因也很简单 他们是东印度人 他家里人不同意他和西方人在一起 而今早艾拉出事的时候 他正在无线电乘音乐厅 因为他父母从棕楼探那边赶来和他一起过感恩节 所以他就带着他们去看了演出 为了和视库尔特的称词 警探们找到了他的父母 而据他们说昨天一整天库尔特都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当警探们拿出艾拉的照片给两人看的时候 他们却压根不认识 但并不是他们没见过 而是见到的人不是艾拉 我只知道这一切都会出现 一大大不理解 那是她 那是我们的女孩 我们是在一起 我需要我把这次邀请 我自己的邀请 什么? 因为这就是一个照片 你的儿子和女儿的女儿 那会有点困难 只是一会儿 没想到库尔特竟然背着艾拉偷偷和她妹妹在一起 怪不得梅里亚那天有些欲言又止 估计就是在考虑要不要将这件事说出来 艾拉的母亲和哥哥显然也是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甚至都不敢相信梅里亚会做出这种强姐姐男友的事 可从梅里亚的反应上看这件事又是真实发生的 然而她隐瞒的又何止是这件事 她明知道库尔特在案发当天的早上去找艾拉探牌去了 可她却为了自己的那点私情隐瞒了下来 不得不说这个妹妹真是自私的有些过了头 然而谴责的事就只能留给她的家人来做了 警探们还有更重要的事 就是将库尔特捉拿归案 警探们找到库尔特一家的时候 他们一家三口竟然还若无其事地在餐厅里过感恩节 真是什么样的家庭养育什么样的孩子 儿子玩弄姐妹俩的感情又试图逃避责任 而父母竟还为儿子的杀人罪行打掩护 这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这样子 you and your husband lying to the police to cover up for your son we know he wasn't at Radio City Music Hall no, you went to Isla's apartment you're looking a manslaughter, kid get on your feet get up an obstruction of justice for you two it was an accident shut up,don't say anything else I'm so sorry I went over to her apartment to talk to her about me and Malia and she got so mad she started pushing me and I pushed her back Curt,right out the open window let's go let's go sorry to disturb your Thanksgiving brunch everyone enjoy your desserts 事情结束后 但你也终于可以安心地好好过个感恩节了 然而今年雷根家的感恩节却与往年不同 因为爷爷因心脏病发作进了医院 虽然手术非常成功 但他还需要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 因此大家一起过感恩节的事恐怕是要泡汤了 老雷根正因此在医院里生闷气 可没想到雷根家的小辈们竟给了他一个惊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